究竟为什么他们不用绝望呢 我们说了 Fortunately for them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a team called Mutile Ladies Which deals with claims from people Who fed their money to a machine Or to the dog 这句话也是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那个话横线的 Fortunately for them 是个壮语 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 没有下话线的白颜色的 这个句子是句子主句了 主干结构 就是The Bank of England has a team 这句子主干倒是就完了 英格兰银行有这么一个团队 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从Called Meet Ladies 到句末 整个的黄颜色的 明显是过去分词短语 当一个后制定语 来修饰这个组织 这个团队 叫什么呢 他们被叫做叫残超见美组 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从which开始 这个写体字一直到句末 就牵套在这后制定语里面的 一个定语从句 由关系带子Witch来引导 它修饰先行 是Mutilities 说这个组织是干嘛用的呢 他们专门是处理人们的索赔要求 什么人呢 你看后面画横线的 Who Fed money to machine Or to the dog 画横线的部分 又是牵套在 这个Witch引导的定语从句里面的 那一层的定语从句 它修饰里面的这个people 什么人呢 把钱或者放到机器里边 或者把钱喂给狗吃的 这些人 本来是后制定语里面 套着一个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内部 又套着一个定语从句 一层套一层的这个关系 好 把语法分析完之后 咱们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这个对他们来说 幸运的说 英兰银行有这样一个组织 被叫做残超鉴别组 后面注意定语从句里面的措辞 它说 Which deals with 咱们看看这个短语叫 Deal with 这是重点表达 我们知道它可以表示应付处理解决的意思 处理某个事 解决某个问题 就deal with something 这个用的特别特别多 本文中也是这么一个急语动词 注意 这个急语动词短语应该说 就不急语动词deal 加上借词之后 后面可以加冰语了 咱们看看当年一道听力真题 就是当年一道四级听力真题 咱们听到四级听力的语速 确实比托福要慢一些 咱们看当年这个听力题是怎么说的 Question 3 I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courses last term That I really had a hard time I told you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If you took fewer courses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woman 好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3 I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courses last term That I really had a hard time I told you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If you took fewer courses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woman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woman 关于这个女人 我们知道获悉了什么情况呢 咱们应该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C选项 She took too many courses during her first term 她在第一个学期选的课程太多了 应付不过来了 选C 你做对了吗 咱们看着原文再看一遍 为什么应该选C Question 3 I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courses last term That I really had a hard time I told you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If you took fewer courses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woman 这两个人对话 第一个女孩说 I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courses last term That I really had a hard time 她说 哎呀 我上学期啊 我得应付处理这么多的课程 这course可以表示一门课 这是多一次 意思特别多 这是课程 That I really had a hard time 因为过得好辛苦 Have a hard time 就过得很辛苦 很难受了 第二个男的是 我早跟你说过 I told you 我早跟你说 不能都是I told you 因为的碰到叶 放在一块儿发 G这声told you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的 发音变化听到了 I told you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If you took fewer courses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我早就跟你说过 如果你啊 在第一个学期呢 少选一些课程 对你来说会更好一些 选课动词叫take I take French This term 这学期我选修法语 这个选更少的课程 Dude for semester 是美式用法 其实就相当于term 这两次同一词 就是学期的意思 那么我们关于 这女人获悉什么情况了呢 当然是她在第一个学期 修了太多门的课程 应付不来了 应付处理解决 叫do with something 咱们可以顺便同时记住 好 这个看在这 跟它相关的还有很多 至少在新看见里面 就出现很多类似的表达 比如咱们先看 还是一些加介词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短语 attend to attend这词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它如果单独做极欧动词 意思特别多 比如说可以表示 这个出席 attend meeting 出席会议 还可以表示到某个地方去 attend hospital 去看病 attend college 上大学 attend church 去做礼拜 都行 但是attend to 加介词 to 意思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时候表示应付 处理解决 某个问题 而且一般是一个比较麻烦的 难处理的问题 注意 搭配 决定含义 不同搭配 意思就不一样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咱看33课 154页第9行最后到第10行 33课难忘的一天 第154页第9行最后到第10行 它有这么一句话 You hang up hurriedly and attend to baby crackery etc 那么hang up 叫做挂电话的意思 你匆匆忙忙挂了电话 然后去拥抚那些被拉伤的孩子 满地的碎淘气 等等等等 就孩子把淘气弄得定住碎了 但应付处理解决 attend to something 用力搭配也不错 注意 这个to是借词 应付处理解决 顺便记住 hang up 未来会讲到 叫挂断电话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词比较正式 在口语中经常可以用另外一个动词段语来替换它 就是see to something 这个see to就来得更通俗一点 但是see如果是极无动词 我们知道可以表达看见 或者看望都行 I'm going to see you tomorrow 但see to是应付处理解决的意思 我们经常在口语中说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see to later 别担心的事 一会我来处理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see to it later see to it later 就一会我来处理 我来解决 see to something 跟attend to 这个一般可以替换 可以同时记住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see to的结构 还有一些极无动词 也是处理解决 咱们的写动中可以替换 阅读中看到也得认识 就是这个词handle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handle handle 它也能表示应付处理解决 咱们来源五花八门 咱们再看看当年的 Family Album USA 走遍美国这个经典的 口语教程中一个片段 你看看这里边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有一个小孩子要动手术 他得了这个嗓子出问题了 要动手术 但是小孩子不想动手术 这个医生就求助于这个护士 叫Molly 护士对付小孩子很有一套 为什么呢 他这么说 Molly I need your special talent for handling special manners 我需要你一些特殊的才能 去处理一些特殊的事情 咱们看这片段是怎么说的 Molly I need your special talent for handling special matters like what special matters 你看到这么说 Molly 答案他没有都是Molly 不是Le 我们说这舌头得往前伸 不要往后勾 不要Molly 不是Le 而是Molly Le 粘出来的声音 I need your 他没有动手 I need your 不是这么赌吧 的碰到了 耶 我们在前面讲过一发 I need your special tal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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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考虑一下 所以跟那个 语气词 放那个for handling special matters handling 放在接着后面 是表示音符处理写 就用动名词了 咱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看是不是 确实是这么一个发音 好 这个handle就是个急语动词了 直接可以加病语 对吧 跟他类似的还有一些 急语动词还有一个 也是我们考试中常考的 一般不常考我就不讲了 我们读一下这个重点词汇 tackle tackle 这个在咱大学的四六级考研里面 包括托弗亚斯里面出现的特别多 解决一个棘手的一个难题 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来一遍 tackle 注意这动词是急误的 我们在写作中注意 动词先看急误还是不急误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当年阅读真题片段 many schools are now trying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drug abuse 很多一些学校 现在都在努力想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滥用毒品这个问题 这个drug不但可以表示普通的药物 也可表示毒品 abuse 这个词当名词 可调辱骂 虐待 或者滥用 在这个语境下 它是滥用 很多学校正在努力解决 滥用毒品的问题 不好解决 上瘾之后 它不好戒断 所以应付处理解决模式 可以用tackle 还有一个词 也是在六级和考研中用的特别多 叫cope with 这个比deal with更为正式一些 叫cope with 也是表示处理解决某个难题 技术的问题 咱们看例子 a seminar on coping with stress in the workplace seminar加研讨会的意思 在大学里很常见 一个研讨会 on是关于 关于处理解决工作场所的压力 这么一个研讨会 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cope with叫处理 放到on后面用动名词了 这个streat叫压力 work place 叫工作场所工作的地方 好 这是我们总结一下这几个应付处理解决 本文中用的是 deal with 还有两个加to的 书面也可以用attend to 口语中换成c to 还有我们两个起无动词 handle tackle 还有六级考研中比较常见的cope with 咱们可以替换 写作中可以用上 阅读中都得认识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说处理什么呢 claims from people 来自于人们的索赔要求 这个claim这个词当名词 可以表示索赔的意思 它在这个保险界用的特别多 就是你得赔我一新的 为什么 银行发行的钞票不结实 我一用呢 给破了 给坏了 给 呃 to the dog 把这个钱呢 或者放在机器里边 毁掉了 或者把钱喂给狗吃了 这个feed 本来可以表示把某个东西喂给某人吃 答对呢 有两个都对 第一个叫feed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这个东西喂给这个人吃 可以 本文中用这个答对 也可以倒过来 feed something on something feed somebody on something 把这个东西喂给前面的人吃 意思是一样的 只不过语序不同 我们借词不同罢了 我们看一下例子 I fed raw meat to the dog 我给这个狗狗喂生肉吃 注意feed不规则 一般过去是过去分词都变成fed 它有e变成a这个声音 我说raw是生的了 我把生肉喂给狗狗吃 也可以倒过来 I fed the dog 我喂这个狗用什么呢 on raw meat 两个搭配都对 都好都可以 本文中呢 这用的是第二个搭配 把这个钱呢 就当当这个这个东西喂给狗吃了 可以这么说 当然这个feed 注意啊 过去分词 一般过去都是fed 你看还有一个谚语 叫well fed well bred well fed 就吃的好了 每天被喂的很好 吃的东西好 well bred 表示有教养的 就是并没有礼的 说话有礼貌 有礼节的 吃的好 有礼貌 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管仲说的 苍脸时日之礼节 衣食足物之荣卤 就一个人吃不饱肚子 恐怕这个人恐怕行为举止 也恐怕比较粗比 吃饱肚子之后 行为举止慢慢就更加文明起来了 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feed 表示把钱喂给狗吃 这可能还痛顺 把钱喂给机器吃 这就有问题了 这个feed还是个多义词 它不但可以表示 把这个东西喂给某人吃 也可以表示向机器里投币 把这钱放在机器里买东西 反正都是放在里边去吗 你看这句话 she fed two coins into the machine for a cup of coffee 她往这机器里放了两个硬币 然后买一杯咖啡 这个feed 一般过程还是fed 就是比方机器里放钱的意思 这个地方你看 往机器里放钱 用这个feed 把这个东西喂给某人吃 也用feed 所以一个动词 跟不同笔语搭配 意思是不一样的 但确实可以用同一个词 因为它动词拼写形式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地方 其实又用到一种 特殊的修词手段 这种修词 大家可能觉得陌生 英语中有个术语叫seigma 中文翻译着恶式修词 也有人把它叫共恶修词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动词 跟多个名词来搭配 表示的是不同含义 它跟这个名词 这动词是这个意思 跟另外一个名词 这个动词就变成另一个意思了 本文中这个feed 这词就是 跟机器和狗是不同的意思 咱们看一下例子 这是纽约时报 一个新闻的标题 用到这种特殊的修词 你看怎么翻译 clothes that fit the man and the times clothes衣服 后面加定义从俱 这衣服怎么样呢 that关系代词上 当然注意 fit the man 这个fit 跟the man搭配 是表示合体的 衣服大小 很合适 很合身 但是fit 如果跟the times搭配 time表示时代 咱们讲过 翻译成时髦的 流行的 fit time 叫时髦的 你看这一个动词 跟不同比喻搭配 意思不一样 就既合体 又时尚的服装 用的很巧妙 一个动词 表示不同意 你再比如说 在兴趣旅行 这个科幻片中 有一个台词 也出现了这个 它是什么呢 you're free to execute your laws and your citizens as you see fit 当然后面先看 这个习语 as you see fit 可以表示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这是个习语 可以顺便记住 as you see fit 如果你要觉得 合适的话 你可以自由随意地 执行你的法律 甚至处死你的公民 因为你是这个星球的主人 你看execute 这个词 如果跟法律 这个并于搭配 是执行的意思 如果跟人搭配 he was executed 他被处死了 是处以死刑的意思 你可以随意地 执行你的法律 处死你的公民 你看一个动词 跟不同名词搭配 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恶食修食 本文中 正是这么一个用法 这个后面说 最后一句话很幽默 第一段最后就说 dogs it seems loved to chew up money 他说你看这狗 看起来 倒是蛮喜欢 把钱给嚼烂的 看起来狗 似乎比较喜欢 把钱给嚼光 大家可能自己写的时候 更喜欢这么写 是不是有个句 叫 it seems that 要看似怎么样 我们一般可能写 it seems that dogs loved to chew up money 我们看似狗 喜欢把钱给嚼烂嚼光 这个true 后面加上up 表示嚼烂嚼光 彻底嚼成纸浆了 这up可以表示彻底性 像eat叫吃 eat up叫吃光了 对吧 use是用 use up是用光了 sweep扫地 sweep up扫得干干净净 这完全嚼烂了 这个句型大家看着 倒是熟悉 看似会怎么样 但是是不是书上那个句子不好 不是的 为什么 你用这个句型 在本句中 用在这个本句中 可能有点重心偏移了 咱们以前说过 英语句子像一棵大树一样 这个大树里面最核心的内容 一般是在树干 它从句 分一叉次要了 再分叉 从句的从句就更次要了 你看这句话中 它的重点是 看似 还是狗喜欢把钱给嚼烂 当然是从句那种 狗喜欢把钱嚼光 这是一个重要信息 而这看似并不重要 但你把狗喜欢嚼烂 把钱嚼烂放在从句中 这个重心就略微点偏移了 那怎么办呢 像本文中一样 把这asims变成插入语结构 把刚才这个从句升级成主句了 因为我们知道 插入语在句中 是最不重要的成分 把原来的主要结构 变成插入语 把从句升级成主句 这本身变成个简单句了 这个可以重点突出主词分明 而且特别是 句首和句尾都是关键位置 刚好这个句子剔开 一半的句首 一半的句尾 重点突出主词分明 这是好句子 我们要会看 你比如说在四侧的第二课 不要伤害蜘蛛 也出现一个类似句子 它说 Why you may wonder should spiders be our friends you may wonder 是插入语吗 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 得用人称主语来 你可能想知道 为什么蜘蛛是我们的朋友呢 但是很多中国同学一写 就按照中国语序会这么写了 you may wonder why spiders are our friends 大家总觉得第二句话更亲切 因为更像中文 你可能想知道 为什么蜘蛛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这课书的题目 叫不要伤害蜘蛛 它的重点不是你想知道 而是蜘蛛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我们重点信息 如果你用第二个句子表达的话 重心偏移了 那怎么办呢 跟本文中技巧是一样的 把刚才那个you may wonder 把它变成插入语 藏到剧中 然后把原来的从句 升级成了句子主干 从中这儿劈开 Why you may wonder should spiders be our friends 你看读的时候 也一头一尾中读 插入语清读 你看怎么读 Why you may wonder should spiders be our friends 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了 好句子 这是好句子 所以把次要内容放到插入语 把从句升级成句的主观结构 也是突出句子重点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咱们再看一句话 比如说 我们很多人相信 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现在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要维持社会稳定 让大家过上好生活 经济发展重要 我们很多人相信 你看很多同学一写会这么写 Many of us believe that 我们叫并于从句吧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China 后面的表达很漂亮 至关重要 叫b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这个结构到了第四册 咱们会碰到 在这儿表达是不错 词法挺好 但句法有所欠缺 它语法也没有错误 但句法不好 为什么 重点不突出了 这句话要表达信息 当然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重要是信息 我们很多人相信 其实是个附属的结构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把这个命运从句升级成句的主干 把many of us believe放到句的中间 藏到中间 就包在那馅 这馅里边 这边我们皮儿把它包起来 藏起来 放在哪儿呢 economic 这儿不能切断 economic development是一个短语 没法切断 从这短语后边就可以了 economic development do how many of us believe do how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China 我们很多人相信经济发展 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句子就主位 这个重点更加突出一些 当然 这种插入语结构不能用的太多 你说相邻的四五个句子 都变成插入语结构 这句子结构就单调了 但偶尔在中间 用一两个插入语结构 确实可以让重点突出 如此分明 这个第一段大家发现 作者是苦心故意 写得非常的精彩 传神 特别抓人 还很幽默 移上来 三个问句 引出了这个话题 就是钱坏了怎么办 然后又说英国人不必去举奥 为什么 就引出了我们主人公 要重点描述的 说明的现象 就是残超健美组织的组织 最后幽默的是 看起来狗喜欢把钱给交来 那么在第二段开始 就得重点讲一讲 说明一下残超健美组织机构 是干嘛的 他们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有了他们 英国人就不必去绝望了 更具体的那种 在第二段中 我们第一段 先跟老师学到这儿 我对你来说 你来说